台北房價高年輕人到底買不買得起房 已經成為關注話題 內政部長林又昌17號出席三三會 答覆青年購物基金的進度時提到 年輕人不是真的買不起房 而是沒有規劃 這番言論在網路上大炸鍋 大家想要買房子的話 可以從怎麼樣一個角度 來規劃跟下手 那因為當然年輕人 因為剛剛出社會 他的經濟能力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當然要做一些規劃 當然也要選擇他的一個區位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去 有心人去曲解他 但是面對高房價 年輕人該如何規劃 買下人生第一間房子 從預售屋開始吧 因為感覺就比較好入手 而且現在預售屋也很多 先買偏遠一點的 買偏遠一點的準備兩層 那慢慢付之後 在那邊再換掉再換市中心 房市專家建議年輕人買房 可規劃兩步驟 第一先求有再求好 以北市舉例 淡黃區包含大安 信義等等 寸土寸金 那麼年輕人就可以先考慮 更外圍的區域 就算是新房子 都有機會在六字頭 還是看得到 如果說是老舊公寓 稍微屋況差一點的話 甚至四字頭台北市 還是有機會 除了地區也可以從小坪書入手 再慢慢換成大房子 另外設定購物資金天花板時 得把薪資收入考慮進去 建議把每個月的貸款支出 控制在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下 免得為了背房貸失去生活品質 變成巫奴 買房間確實也得做好規劃 三立新聞高冠熊家與台北參與報道